大家好,这里是华人工商每周新闻热点回顾 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 5月15号,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行政令 授权商务部阻止威胁国家安全的信息科技交易 又将华为及其70家子公司纳入了出口管制名单 这意味着美国公司不能够销售或者是转移技术或者产品给华为公司 在现在华为的产品当中 有三成零部件是从美国进口的制裁将对华为产生长远而重大的影响 5月15号,74岁的阿拉巴马州长K.Ivey正式签署了阿州议会 14日通过的全美罪言堕胎禁令 在州长签字之后,这部争议新法就将于今年的11月正式施行了 未来除了母体健康遭受危害之外 无论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包括强暴受害,乱伦怀孕在内的 所有的人工流产皆属非法重罪 阿拉巴马的堕胎禁令通过之后 大家都在关注,联邦最高法院最快何时会处理到当前的阿拉巴马争议呢? 另外一个大家关注的问题就是 选择人工流产的阿拉巴马州女性还能怎么办呢? 目前自由派非盈利组织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已经确认会提出诉讼 5月15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美国大使馆表示 使馆内非必要人员即刻离开伊拉克 并将该国旅游警示升至最高的第四级,不要前往 美国过去几天多次宣称 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及其支持的势力即将攻击中东美军 很有可能攻击美国的公民和西方的国家企业 研究显示,一条中等体积的狗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达4233公斤 比一部2019年新缓的丰田四轮驱动汽车一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还要高 这个怎么可能呢? 这跟宠物的进食习惯有关 其中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肉食 具体来说,这是人类生产宠物食品给环境带来的影响 专家在报告当中说,小狗的碳排放量小于大狗 猫的碳排放量小于狗 如果你想养宠物的话 养一个小型的素食型动物要比养大型食肉型动物更加的环保 亚马逊2018年曾希望寻求合作伙伴来确立独立的物流网络 减少对FedEx、UPS等物流公司的依赖 而亚马逊5月13号更是宣布将扩大计划内容 员工如果想要创立自己的快递服务事业 亚马逊将提供最高可达1万美元的创业金 和相当于员工三个月薪资的奖金来协助员工投入合作 好,以上就是本周热点新闻回顾 更多美国生活资讯请登陆3w.ccyp.com查询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